在遥远的美利坚共和国 有一个神秘的学院 它诡秘莫测 月圆之夜常常传来 淒丽的叫声 它学术领先 和麻省里观哈佛 以及布兰迪斯等 一众学院交往密切 这个学院叫 维尔斯里 疫情期间 每个学生每周都 必须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我就在美丽的校园中 不禁响起 上次我让我朋友来拍检测 它在上面拍得像CETV记者 暗访非正常拍摄一样 所以这次我自己拿了手柄来拍 所以绝对不会等 来到了测试地点 我校学生异常硬核 都是自己给自己核酸检测的 测完了之后 我因为不想学习 所以顺便去拿一个快递 AA拿完了 经过一番没路上的程序 我坐上了船 在船上能看到很多美景 比如我校的教学楼 教学楼和各种各样的书 望着眼前迷人的美景 有文化的我 想起曾经读过的书 搜上快乐想要的四个字来 抒发我的想法 天气 可能有对我特别的任何的手势 我越滑越开心 直到我滑在前线的时候 我面前飘过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再说 不不不 不是这个 不过 差不多 他 太累了 在我学校划船真的很歉意 就是这个船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有点难靠岸 靠了五次才升岸 我也有点睡在了过程 由于疫情的原因 一大半的课变成了网课 后来后来后来 因为配音的人也就是我 并不是这个初心的漂亮姐姐 所以我并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好吧 嗨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上网 我们阿爸 阿爸阿爸阿爸 完美 作为顶级学院的学生 我有自己的听课方法 如不记笔记听课 记笔记听课 记笔记同时张嘴听课 还有记笔记同时张嘴出声听课 学类的我也会眼神呆滞的开小茶 哦不对 让知识沉淀 合理的利用知识沉淀的时间 想一想下课的去哪玩 作为一个有着艺术造业的文理学院学生 我当然决定去吃饭 开玩笑的 当然是去练琴 我坐在钢琴前 我的私如泉感将我包围 我按动按键 缘缘的音乐随即传得出来 啊不是 再来一遍 我坐在钢琴前 我的私如泉感将我包围 缘缘的音乐随即传得出来 这歌曲不对吧 我坐在钢琴前 我私如泉感将我包围 缘缘音乐传得出来 算了 在我今天练完了琴之后 是时候 健康的我决定 不如去健身吧 健身房 一个学期开始 大家都说要去 现在去神奇的没人乐的地方 这里的地上贴满了标签 这个八的意思应该是 在这跑步可以发财 不过是智林文理学院 完全看破了我的野心啊 现在来跑步 跑 跑完了 好累 学习 每个大学生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为了这段素材 我们邀请了一位 有着成为study with me up主梦想的东机口成员 拍下他学习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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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就是刻骨的大学生吧 为失败 我还挺好奇 在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啥 好喝吗 说起这个 我饿了 每一次去食堂 都是一场冒险 你永远不知道 今天的饭 会是哪个师傅 心血来着和心疼的 有时像曾经出现过 香蕉培根浪汤 以及橡皮泥味的冰激凌 好 今天的饭很转转 相信屏幕前的 你一定在好奇 威尔斯基学院的学生 在吃饭的时候 在讨论什么 那当然是 为什么要去选秀呢 哎呦 我就感觉 每次一站 觉得我的中指会短 为什么忘记中指那么长 但是 看书里你 你脑子里在动 我们的吃饭 你的胃 你不会就是什么 共结会死 我舍不得打架呀 吃完就走 哈哈哈 吃完就走 回座 夜深了 我终于回到了宿舍 漫长而充实的一天之后 我等不及 要好好休息 等一下 今天 是满月 那也就是说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